女孩从指尖长出黑色羽毛 一直延伸到胳膊 看到如此情景 女孩开心极了 然后便跟随音乐的节奏不停地旋转 仿佛跳出另一个自己 而在这过程中 女孩的羽翼也在不停地生长 音乐结束 女孩的翅膀也逐渐进化完成 变成一双巨大的翅膀 她向台下的观众羡慕 此刻在聚光灯下 女孩就是最耀眼 她成功了 所有人给予她热烈的掌声 而看着台下的观众 她也解脱了 女孩妮娜是个芭蕾演员 她凭借自身精湛的舞技 得到了天鹅女王的位置 需要分饰黑白天鹅两脚 这非常考验演员的舞技 不仅要演出白天鹅的美丽 怯弱 娇柔 还要演出黑天鹅的邪恶 性感 诱惑 可这个位置要承受巨大的压力 天性柔弱的妮娜在舞技不断精进的同时 内心压抑的情感也在不断释放 妮娜在化妆间做准备 可这时她发现脚趾连起来了 费了好一番力气 忍痛将脚趾分开 她又看向另一只脚 已经全部粘起来了 可上台时间就要到了 她来不及多想 立马穿上舞鞋 准备好一切 今晚她就是天鹅女王 第一场是白天鹅 是她最少的